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狗 今天是新的一天 就是新的开始 今天呢 去深圳工作的地方呢 去录制文 他说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然后衣服呢 也是在买的路上 衣服鞋在这边 然后明天的话就可以正常的这个上班了 然后今天呢 还要吃自己的 住自己的 由于我是河南那边过来的 所以的话 这边有很多地方呢 都进不去 这个小区呢 看到是河南 行政马在河南都不能进 我住呢 那个地方进不去 上班看着还挺远的 要一个多小时 现在呢 啥都不好看 然后找个班先上 攒点钱再说 攒点钱看看干什么 多挣点钱 销售吧 他们也不太那个啥 主要是也没什么怎么卖 真的好难呢 一个人想自己搞起来 真很难很难的 拍视频嘛 那么也是一个人 没团队也不行 只能老老实实的先上个班 挣个钱 我不知道这边是啥情况 只要是河南地区的 我听见好像是要隔离还是干嘛 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现在这个全国是启示河南人吗 别的区域都是一个区 一个地方 而我们河南的直接就给你报复进去了 只要是河南他管你有英雄没英雄 他就不让你进 好难过呀 跟河南人不是咱们中国人一样 好坑啊 那边呢 就喇叭呢 就一直说河南人河南人 我也特别的无语啊 来到这里了 就在这边 他说今天让我过来录一下主 明天上班 就做这个的 战神 这边的话是一个保税区 在保税区里面上班 然后住的地方离这儿有 差不多应该有一点多公里了 哎呀 不好搞 啥工作也不好搞啊 这边还要自己买服装 那个服装还要扣钱 八小时三半倒好像是 然后我去另一个地方 翻到港关那边穿保安服的是 八小时上中班 但是只管一顿饭 12小时管两顿饭 但是晚上上夜班的话没有饭 这边的话 听他说 晚上上夜班也是有夜宵的 所以说晚上也是能办 如果这样算的话 还是可以 问了一下这边这个哥们 港厅那个哥们 他这边的话 招的话是 12小时两边倒 一月六七千 然后是管住 不管吃 主要吃饭这个要花钱 一月你要花几千 然后住的地方 也要有 这样还差不多 如果说不管吃 对不对 你就要花钱就不划算了 算下来也是五千多块钱 哎 刚才从那个门 然后那个是排班队长吗 他算是 他的学历比较高吗 然后个子也可以 然后他领着我从那个门进 那个安保那没想进 然后说让我从这边 这边应该是我们人发送 那边应该是物业的人发送 所以他物业不给你面子 从这个门绕进去好远好远 他就在前面等我 这边的话跟这个这个哥们一起入职去 在这边弄个衣服 我自己的衣服还没买回来 这个是搞消防用的 我这不是这个免费的 在这等一下 领上了 领上衣服 然后裤子 还有个领带 都是要钱的这些 这如果值也花了快 200块钱了吧 什么都要花自己的 我也特别的无语 现在啊 咱们就从头地铁回家吧 这边的话 这个衣服也拿完了 回家明天 六点就要起床 往这边上班 住的地方进不去 这个人民南九号线出来 就到了 直接就可以 赏马呢 进到21楼住了 这边这个九号线比一号线还要剩 回来了回来 做到21次 在这住一天 90块钱 房租 先把这个衣服呢放一下 现在已经冬午了12点多了 然后去小铁里面有炒粉12 吃点炒粉吧 哎呀 现在这个工作真的好烦呢 要么是不管吃不管住 要么就要早饭 好饭好饭的 到家了到家了 这边的门呢都没锁 直接就可以进了 现在还是我跟大哥两个人 没有人 咱那口罩 下去 去买点炒粉吃 现在中午12点了 哎呀 每天这个消费 不好搞 深圳这边的话 就是工资的话也不是特别高 然后消费的话是非常高的 电池来了21楼 买了一个两红两素 红烧肉 这个不知道是啥 然后豆角切瓜 十五大洋 这边有汤可以随间唱 开吃吧 然后现在已经住了12点多了 吃完的话呢 就睡上去就休息一下 老是休息不好 住的那个地方 不舒 然后 空间太小了 睡不好 哎呀 吃饭吃出一个这个东西 老板说是辣椒 棍 这跟树枝一样 我要乌鱼的 看完了这里面吃出两个 不凝无鱼 好乌鱼啊 在这吃饭竟然能吃出辣鱼的